里面还有一个属性啊 就是关于这个label里面的这个属性 再说一下 label里面有个什么属性呢 它里面有个for属性 for属性是干嘛的呢 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表单 看这个表单刷新一下 比如说这个用户名 这个用户名的话 我现在要输入它 我是不是要点它 才来输入是吧 那么我可不可以这样子 我直接点用户名 然后就是激活它可不可以啊 现在做不到吧 点用户名点这几个字 直接激活它 好像不行是吧 我手表需要点它才行 是不是这样的 我点用 想点用户名就激活它 那么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for属性啊 for属性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的话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一个 另外一个属性 它需要用一个属性 叫什么呢 id啊 比如说给它一个id等于什么呢 userlamb userlamb 给它一个id等于什么 userlamb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给一个for属性 for for等于什么呢 for等于这个id名 等于这个userlamb 这个id名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来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刷新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点这个用户名 是不是可以激活它 看到没有 点密码是不是激活不了啊 那么密码里面 做这个功能的话 也可以什么 再给它一个id吧 是吧 id等于什么呢 这个password 是吧 word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label 这个label的话 就是for等于什么呢 password password 这个时候的啊 word 好 那么的话 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来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点密码 是不是可以激活它 同样的是吧 点用户名 激活它 可以直接输入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for属性 那么有人还想说 这是什么 假如说这个男和女 我想点这个男 然后就激活 点这个女 然后这里激活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还怎么样呢 我们一样的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样呢 把这个用label包起来 把这个男用label包起来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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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t l 是吧 把这个男用label包起来 包起来之后 然后的话 这个 这个给个id 是吧 这个id 叫做id等于什么呢 mail 这是男性 男性的意思 然后的话 这个id等于什么呢 female 女性 是吧 那么的话 这个label就for等于什么呢 for是不是等于什么呢 male 这个for 这个词就等于这个id 明白没有 id等于什么 这个就等于什么 懂了没有 你这个可以随便自己写 就是写成什么名字 你就这里for 就等于它就行了 是吧 好 这个的话 有label包起来 是吧 那么 la label 是吧 bel 然后这个 这个for 等于什么呢 for等于这个 female 是吧 male l1 是吧 好 这样 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是吧 虽然说 假如我选这个男 我点这个 男这个字 是不是就可以了 点他是不是选中了 看到没有 点这个男 这个字 就会选中 不用直接点这个 是吧 点这个女 是不是选中这个了 看到没有 就这样子了 好 这个是提高 用户体验的 一个小细节啊 比如说有些地方 他要什么呢 做到这么细的话 可以什么 用这个属性 用这个属性 好 好 这是关于label里面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 他的这个属性 for属性 for属性的话 就是什么呢 要什么 跟ID连起来吧 跟ID啊 一定要跟ID连起来 for 然后这个是ID 好 这是关于这类 一个小的一个细节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关于表单的 这个什么呢 一些用法 表单的话 是怎么样呢 就是 用的不多 但是有时候 确实要用到 它这个刚需 是吧 确实要用到表单 所以说 用的 就是平时开发中的话 可能就是 开发的这个 时候不是太多 开发的场景 不是太多 但是有时候 确实要用到 这个开发 是吧 用到这个场景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 这个表单的 这些知识的话 可能有时候 大家 长时间没用 就忘了 是吧 忘了之后怎么样呢 大家可能就需要 什么样呢 把它笔记写好 然后后来 要用到的时候 再过来看一下 是吧 只能是这样子的 因为它用的场景 不是太多 不是太多 这是关于这个 表单的一些东西 表单的一些东西 好 这样子要 嗯 一 嗯 谢谢观看